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做抗治港 我是来自中国香港 我大概在2000年的时间 回到东莞的经商 做印刷生意 在5年前 在印刷 一间厂结束了 就没有做 也叫做退休的生活 我大概在两年半之前 就开始做无形高铁控制系统 其实我为什么会做这套系统呢 就因为我见证到 我们中国的高铁高速的发展 我这里的系统呢 就有几个组成部分的 一个总台呢 它是包括了些什么呢 就可以控制灯号 最多是可以控制到 20部列车的速度 速度的控制 还有是可以控制到 控制到 差度 高铁站 有着台 但是它是很难用的 我觉得它是非常难用的 好 就是这个压力 并不是很难用的 很难用的 但是它是很难用的 有着有着有着 我安装了红外线的接收感应器 而车尾是做了红外线的发射器 相当初说如果两辆列车比较少2.5米 后面那辆车会移动 同时因为我有些路轨 它的弧度比较弯 在这位置我安装了红外线的感应器 而令到后面那辆车自动停止7秒 直到7秒钟之后后面那辆车会重新体动 我亦做了五种不同的路形的地条 斜拉桥 拱桥 远索桥 我亦有20条路车库 组成铁路系统 我亦都在网上买的 旅客金 我就在附近的这些店铺买 旅客金 我就在附近的店铺买 旅客金 这两三年来我从这里的模型来说 我大约就花费了应该都超过50万的人民费了 我希望这一个模型成为我们组过的高地秘境官 希望能够把祖国的山村和河流和我这个高铁模型全组起 然后打造成为高铁的民景官 让青少年通过参观高铁的模型 看到中国的高铁的发展中国的强大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